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,每年秋天登场的布老杰,是宜兰县旗舰节庆之一,但县府认为布老杰与温泉季举办时间相近,今年规划将两项活动合并,时间点预定在中秋节前后。 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金会砍完温泉季场地后强调,今年会是历年最好的温泉季秋季,冬季接连登场的布老杰。 即温泉季,属宜兰县的大型活动,温泉季每年12月在郊西乡登场,布老杰则在每年重阳节前后举办。 不过,因每年温泉季举办时间点,正逢郊西旅游旺季,业者对于要抽出人力携帮,多有力不从心。 陈金德坦言,宜兰冬天多雨,如去年温泉季期间登场的采接,就碰到豪雨阻扰,采接效果并不好。 何况冬天交西本就很多泡汤客,不需宣传就有游客会来,考量天后及业者需求。 今年规划将温泉季提前,时间定在中秋节前后,与布老杰同时举办,泡汤绝对不会老。 陈金德说,布老杰是宜兰县大活动,若跟温泉季合并,一方面鼓励泡汤养生,另一方面则可及二大型活动让郊西更热闹。 另外,以往温泉季竹场的多训在明德训练班,献服你将活动筑秀以示到大型饭店林立的郊西温泉公园举办。 陈金德指出,温泉公园离开盛道,可避开郊西市区的交通拥塞,且接近较为整齐化一,腹地大,盼透过活动带动观光热潮。 他强调,郊西是宜兰的观光旗舰乡镇,若人潮一多,其他乡镇也会享受到外溢效益,因此在县府财政有限状况下,将集中火力建设郊西,由郊西带动其他乡镇繁荣。